我要出家的時候 我記得是在這個外面 師傅住這裡嗎 我記得是在外面嗎 我來見師傅 師傅就說 我看啊 不出三個月就跑掉了 我就跟師傅說 嗯 我覺得你比我更了解我自己 我看還是算了吧 師傅就說 那你不會不要讓我說這麼 這個原來 本來是不是想用個計將法 結果想不到這個人順水推舟 那個 不過我是真的是那樣想 我真的是覺得師傅比我自己了解我自己 所以他說三個月會跑掉 我想 這樣不好玩 那不如不要試好不好 所以說 這個 這個在這個過程裡邊 你即便是去觀音店抽一張籤 問師傅他怎麼說 他是說得實在太好 太妙 太恰到好處了 但是心會不會就一直就真的讓自己的心 集中在這一個教誨上 如果可以的話 應該很快就沒煩惱對不對 很快就會煙消 雲散 再看看外面的雲 再呼吸呼吸 這個新鮮的空氣聽聽 把古山溪流的聲音 對不對 但是好像也沒那麼快 然後三兩下 腦問題又犯了 又要再去抽另外一支 其實他講來講去眼裡都一樣 對不對 所以他才可以四兩波千鈞 但是我們想要讓心意集中在法上 而真的可以解脫 煩惱 彈何容易啊 是不是 所以他必須透過修煉 所以師傅把我們的心從散亂心 然後經過鍛鍊到集中心 真的可以集中之後 再進一步到統一心 所謂的統一是身心統一 然後再進一步才內外統一 但是這個都還不是佛教禪修的終極目的 師傅第四個心再出來 無心 到了無心的階段 那就由定而轉到哪裡 慧 由慧而的解脫 所以我們的心要怎樣從散亂 然後到集中 到統一 到無心呢? 其實這個就是界 定 慧的一個修行的過程 它是禪修的 利用禪修的方法 修煉的過程 其實它同時也是 我們由界而定而慧的一種修行的歷程 所以說 這個 我們要了解 由修煉既功德而達到解脫的目標 它是有一個非常重要的修行路徑 要我們一步一步的去完成的 因此我們把界定慧三學 再做進一步的說明 界學 簡單的講 它是一種自我訓練的修行方法 一種怎樣的自我訓練的修行方法呢? 是可以使我們的身心清靜的自我訓練方法 這個叫解 定呢? 是培養專注力的自我訓練方法 而且是持續的專注力 不是只有三分鐘的專注力 而是十個三分鐘 二十個三分鐘 乃至一天 二十四小時 我們都可以持續的專注在 我們希望專注的重點上面 而佛法的定學的自我這種專注力的自我訓練方法 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關鍵是 在完全放鬆的狀態之下 去達到持續的專注 這跟世間的專注不同 通常大家應該都有這樣的經驗 我們從小到大 我們專心在做一件事情 做完之後 如果這是需要腦力的工作 我們可能是整個 整個腦袋都是很緊的 如果這是勞力的工作 那不只喔 有時候勞心的工作 我們也伴隨了什麼? 腰痠 背痛 對不對? 如果是勞力的工作 那也可能是這樣子喔 做完以後就是腰痠 背痛了 那為什麼是這樣? 是因為沒有透過禪修的練習的人呢 在專注的時候 他就伴隨著緊張 專注的時候一定伴隨著是身心的緊張 但是佛法的禪修的練習是讓我們能夠練習在 完全身心放鬆的狀態之下去 達到持續的專注 這兩個不經過修煉 是沒有辦法結合在一起的 所以這個是很重要的 佛法所謂的定學 所謂培養持續專注力的自我訓練方法 它的重點在這裡 放鬆跟專注的完全的結合 好 那再來是會學 會學是什麼? 是體正清淨智慧的自我訓練方法 好